不准跳 天后张惠妹重返小巨蛋 赤之三翼打造超狂舞台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七年前 唱三天三夜全场跳起来 造成的震动效应 这次特别多了防震措施 我知道大家一定不会希望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演唱会 然后影响到邻居 我在想好像如果在地上这样子 然后这种感觉很像稻草人 所以我想那我就教你们 就在这边就是稻草人 就是微风的时候是这样小小的 慢歌 然后中快版的时候就这样 然后像某天某夜的时候就这样 一直这样蠕动有没有 但是你的脚一直黏住有没有 我们今天呢就是全场就是稻草人 阿妹在演唱会上不断呼吁 要歌迷脚不能离开地面 就是为了避免震动缠身 不过九日在小巨蛋旁边的里长 游辛吉夫妇带着约二十位居民到市府前 静坐绝食抗议 表示自从张惠妹演唱会至今中华里多处房屋震动 一向市府提出改善清秋 但是都还是一样 副市长黄珊珊到场时 游辛吉的太太甚至激动下跪 认为副市长没有做到先前的承诺 对此张惠妹经纪人陈正川回应已经尽力预防了 而且每场都没有超标哦 即使已经做了各种措施 但是居民似乎不太能接受 表示如果接下来的场次还是没有改善 不排除会再向市政府提出抗议